防疫很重要,不过乡镇基础建设还是必须持续进行 首逢乡公所在营建署支持下 针对丰山国小校区步道及中心街环境改善计划 提出了初步的计划 二号上午乡长刘耀忠前往两个地方实地会刊 也听取了规划公司简报当面交换意见 目前全国仍旧处于三级防疫阶段 不过乡镇基层建设相关工作还是必须进行 在营建署支持下,已经核定110年 收封乡乡内道路品质提升 以及周边环境改善计划 包括丰山国小校区通学步道 以及中心街环境改善 二号上午收封乡长刘耀忠前往两处实地会刊 听取规划公司的简报进行意见交换 我们县政府还有我们中央 我们争取经费来补助我们 来美化我们丰山社区的道路的人行步道的改善 把整个社区做得很完整 也很非常感谢我们丰山国小 愿意把这个围墙能够退缩 然后我们盖这个人行步道 还有我们丰山中心街水锅的问题 一直延宕的很多年很多年都没办法解决 因为碰到每次碰到大水 他们那个中山区那个商店街都是淹水 所以造成很多我们的机民的困扰 我们这次也是一并要解决 特别要解决这个问题 把那个水患的问题彻底来解决 刘耀忠邀请封山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 吴敬才村长陈俊宏 封山国小校长陈俊能当面交换意见 大家对于这一项工程计划都相当期待 那同学步道其实也是创造双营 因为我们附近的路都很小 很狭小 就是小朋友上学蛮危险的 如果是有长辈要进出 或轮椅进出其实也都很危险 因为会人车争到的情势 如果有这个机会可以拓宽 那其实社区居民也可以行走 那学校也创造一个不一样的意向 因为校地够大嘛 这样创造双营 感谢相公所为我们争取这一笔金费 能够解决我们中心街长年以来积水的问题 只要有下大雨就变成我们中心街的噩梦 我们也希望说这一次这个计划能够赶快执行 免得你下一次什么时候会再下大雨 我们还不知道 刘欧宗感谢银建署与花莉县政府支持 希望透过计划提升丰山社区道路品质 保障民众行驶于重要连外道路上的舒适度 以及安全性 同时达到社区安全 环境美观双赢效益 记者刘明善 收封箱采访报道